又有赌客把人家的房子当免费的赌场呢 在金龙有一位蔡先生最近将房子委托给房众 希望能够找买主 也把钥匙交给了房众 隔没几天他却发现了 怎么监视器的镜头被人移动过 蔡先生回到房子检查 一进屋内发现地板一团乱 房间里还多了一个添酒牌专用的赌桌 下的咖赶快报警 房众业者带着身穿白衣服的男子进到屋内 向他一一介绍房子内的格局 前前后后大约停留了10分钟 这是6月5号10日的监视器画面 但隔了两天 画面中却不见房众人员 只看到同一名男子 又带了另外一个朋友进到屋内 而且行为举止还偷偷摸摸的 一发现有监视器就马上把他移开 难道蔡先生屋主发现 这监视器的画面怎么怪怪的 回到房子一看就发现这诡异的大圆桌 那这个切脚是什么东西 我当时一来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也问了警方 警方说这个是添酒牌的专用桌子 房子里不仅地板全被弄得脏兮兮的 就连窗户也被用门板全部挡起来 似乎就怕被发现房子内的一举一动 中介公司利用房屋买卖的期间 这个空档 那屋主也不会来行事这个房子 然后就利用这个空档 他给租借给一些不特定的人 蔡先生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当初委托房众业者找新买主 就是怕房子被破坏才会加装监视器 没想到房众竟然没有陪同 就把钥匙交给其他人 房众业者坦承的确是犯了业界的大忌 毕竟委托房众卖房子 结果去的这个空窗期 被赌徒变成了免费赌场 幸好蔡先生发现了早 否则差点就沦为了赌博共犯 东森新闻旅国保鲜轮在基隆报道 您好 我是东森房屋经理人林建宏 我有许多客户在找房子 如果您有意愿出售 欢迎随时跟我联络 随传随到 东森房屋林建宏 0933 049018 随众 我 你 把 曲 谢谢观看